大家好,我是投资家日报的孙庆荣老师 每份只要35元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聪明抓趋势投资看日报 最近许多投资人非常纳闷 明明公司所公布的财报表现很好 但是股价为什么开始下跌 举例来讲,5G概念股的文贸在今年的7月28号就公布非常好的财报数字 但是它的股价却一路的从359元下跌超过2.8以上 跌到最低只剩下255元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关键其实就在财报的领先指标 其实已经先透露了一些先机 而这个财报的领先指标指的就是库存周转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观察到文贸的库存周转 确实就一直呈现下滑的一个内容 那什么叫库存周转呢 其实好比我们在观察一家餐厅生意好坏的时候 其实老师会习惯用这家餐厅的翻桌次数来作为评断 假设这家餐厅一个晚上翻桌次数从原来的三次下降到两次 甚至下降到一次一定代表这家餐厅的生意转差 而获利降低跟股价下跌就一定会接踵而来 而存货周转的概念其实老师也成功在2018年 套用在被动元件国具的一个财报时的分析上 当时老师率先在国具股价在1000元以上的时候 在电视媒体中提出的警语甚至告诉大家国具的败向已经出现 因为当时的库存周转次数就是一路的呈现下滑 所以也酝酿了后来股价从1000多块下跌到200多元的一个修正走势 所以其实老师认为其实很多的投资人甚至媒体都由于只关注在财报的落后指标 比如说每月营收比如说EPS比如说毛利率等等 所以常常会无法理解财报所透露出来的股价的一个转折的变化 但是真正的赢家就只看台报的领先指标 而这些财报的领先指标其实每天都会透露在投资家日报里面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每份只要35元的投资家日报 跟着我们一起聪明抓趋势投资看日报 感谢观看